第二十四题根据法国科学家库伦所提出的库伦定律 AB两带电小球所受静电力的大小与下列何者因素无关 库伦定律说两带电体之间的静电力大小 跟电量成积成正比跟距离平方成展比 既然是跟电量成积成正比 所以当然会跟A小球的带电量 B小球的带电量有关 距离平方成反比 所以当然会跟距离有关 可是里面并没有提到它是导体或者是绝缘体 所以与它导体绝缘体是无关的 所以第二次题问我们说 与下列何者因素无关 我们答案选的是A AB小球为导体或绝缘体